我这队在场上的作风也不是说特别的凶猛 也不是很硬 这场比赛真是最好 雷吉纳来说少输当赢了 有些球队可能在能力上 在整体球队的实力上并不高 但场上的作风非常令对手胆寒 在场上踢球就告诉你 不是一只好欺负的球队 今天雷吉纳在这个赛季表现出来的情况 也不是这样 一甲要保急起码得拿到36分 其实是40分才算彻底安全 就以起码36分来算 雷吉纳队基本上已经悬了 他眼神非常凶 阿罗特里想自己打开 直接的射门 打的人像有个变相 出了底线 一部这赛季算上上半场这点球已经18个 送了这个千万我 叫警察 我给你们杯子 要把你打开 里面 而且有一点 哎 advisory 其他场次的比分呢 波罗尼亚0比1是落后卡利亚里 切割1比0领先巴勒末 佛罗伦萨和歇纳0比0 热纳亚乌迪内斯是0比0 莱切1比2落后亚特兰达 都灵1比2落后桑普多利亚 一步挑摄有了 漂亮 太轻松了 所以你说他为什么他拿了球他就要自己带呢 确实他有这个把握 上一场进俩 这一场进俩呢 让他带起来之后确实是没法倒 全体起立鼓掌 吊的这些普强女一点脾气都没有 这现在对国民来说 真是快到这个身表演时间了 整场都都在这样 3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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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比0 自然科维机后启动这速度 非常快 镜头给到了这个女的助理裁判 又是直接的一脚鸿门 原地踩单车之后又叫一波 这巴罗特利这脚球传在谁 一步一步这球身后有净点 犯规 俄马昨天输球热能亚 如果今天 今天赢乌迪内斯的话 联赛第4个位置 让他要暂时坐稳一下 前段时间罗马一度已经逼近他了 雅昆特斯对罗马雅昆塔是进了两个球 一度都觉得雅昆特利游文是越走越远的 能想到昨天的比赛没看到这个过程 但是今天看了看一些集结 想到是一场这个鹰鹏鹰很激烈的比赛 他没想到结果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比赛 少方都是严重伤病 大面积伤病 包括国米也是 中后卫上已经伤的伤停的停 而且是4个人受伤 只有一个人是因为停赛到场 他说一甲我们现在确实在这个 球队的这个 这个健康状况方面 健康维护方面出了一些问题 很多球队的关键时刻 出现一些大面积的伤病 特别一些核心队员 重要队员的伤病 嗯 一入 вас 渺口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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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卖的机会射门 这家打得不错 但是稍微挣了一点 赛档反应很快 雷吉娜这样的球队 就得抓住这样的机会 多一点这样质量的事